看起来真的是怪怪的 那么这个不小心也是绿营最在意的 而蔡英文在接受电视专访时 主持人就问到 邀请宋楚瑜组阁的可能性 蔡英文话说得直接 要主持人不要害宋楚瑜 他还提到自己很爱看韩剧 曾经为了看裴永俊演的韩剧 一度不想出门和前中研院长 李远哲见面 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内容 你都传好吗 你的五院院长都想我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从2009年 你人够不够 这个问题在这里 还是把原来那些捞回来 我们不要看到原来那些脸 你可不可以讲得具体一点 哪些脸 主持人问的尖锐 如果蔡英文当选 组阁不想再看到老面孔 会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宋楚瑜有可能到 如果你当选总统 担任什么样的职位吗 你不要害他了 这个事情是不宜提出来 也不宜回答你 要主持人别害宋楚瑜 蔡英文认为 宋楚瑜的参选效应 还有待观察 不过如果民进党能重新执政 他不排斥和任何党派合作 这个人才的任用里面有可以跟国民党合作的空间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态度了 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立场或许有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面 我们的目标一致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一起可以工作的 选战倒数 蔡英文每天行程满党 最爱的韩剧也得先搁在一边 新书洋葱炒蛋到小鹰便当 蔡英文提到2008年民进党落败 中文院前院长李远哲找他接党主席 他一度不想出门 就是因为当时正在看韩剧 韩国的这个明星里面有一个男生长得很帅 有没有 裴永俊 裴永俊 我还没讲完 不要太 OK 那么他不是演了一个戏 就是古代的这个 古代的这个韩国的这个王国里面的 那个几个宝物啊 青龙啊 红雀啊 白虎啊 等等 那个 太神四王心 太神四王心 是吗 对对对 还可以啦 那你最喜欢看哪一集 一向理性冷静的形象虽然破功 却也让人看到了蔡英文赤子自新的一面 民事新闻